通通的梦想家 就爱给你UFO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我们今天呢 还是来谈选举啊 因为郭台铭的参选呢 这两天呢 话题不断啊 然后他跟 柯文哲要不要碰面啊 然后到底跟这个侯友怡之间呢 有没有 有没有喝过咖啡啊 吵得纷纷扰扰 然后很多这个非绿的这个支持者呢 就觉得说啊乱透了 怎么那么这样子恶搞啊 我但是呢 倒是呢 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不要 放轻松 放轻松 因为呢 其实你只要郭台铭 这个出来的这段时间 你看到那个美丽岛电子报 他们一直在做那种 滚动式的民调 他的民调呢 如果说是更低 也没有参选的效果 我先宣布参选了 所以他的民调呢 就有那种效应起来 没有啊 他如果都是一直低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好 的话 然后再加上呢 他展开了联署之后啊 呃 他只要有 他只要有几份的这个联署 被抓到说 哇 是民进党的人反串来帮你联署 那就难看了嘛 好 那如果越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他就越没有 教牌的本钱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就是提前的 呃 让他失去了去 现在哇 我我这个是 呃明明是老四呢 但我要做大哥 然后我要来呃 逼着 柯文哲跟我配啊 逼着侯友仪退 那就没有教牌本钱了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放轻松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很重要的是呢 大陆已经出手了啊 大陆出手呢 借着这个关公 好 青龙掩月刀呢 要去砍郭台铭了啊 所以郭董的这一局呢 是真的不容易玩下去的哈 为什么这样讲啊 就在呃八月三十号的时候呢 呃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他前两天礼拜一吧 哈 他到大陆去啊 他这次呢 去大陆呢 他就是去山西山东 好 去看那个台商 那你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去了 那所以宋涛呢 他们都是有一个 他们就有个竞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了 好山西是禁嘛 这活动 那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也去了 然后两个人呢 宋涛跟夏立言呢 他们就到呃 关公的祖庙啊 关公是山西人 大家知道是吧 好到山到山西运城谢州的 关圣帝君的祖庙去参访啊 然后呢 宋涛呢 就非常的意在言外的哈 就是呃 看到 结义 结义图石碑的有一段誓词 背信忘义 天人共路啊 还现场特地朗诵了一次哈 那这个意思当然就是意在言外 他们两个人呢 进去参访 然后是先说好的是呃 呃不接受访问的啦哈 是不接受访问的 然后呢这个呃 这个官圣帝君呃 庙前的两行牌匾就立刻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那个解说员呢还介绍说这是近代书法家 哎呦余佑任啊是我们的余佑任啊余佑任的这个书法啊 中义以前的前监察前监察院院长啊跟着呃跟着这个蒋介绳一路到台湾来的啊 中义两字团结中华儿女春秋艺术代表民族精神 然后宋涛就立刻说啊写的真好啊 下了一眼也点头哈 然后呢呃看到那个团历史悠久的结义图石碑的时候 他就讲着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啊 庙方摆放同盟会的这个誓词哈 然后最后一段呢 这个宋涛解说员讲完之后呢 宋涛还特地留步啊 然后来讲到说这个呃到君子庭的时候 解说员就解释说啊体现一种团队的精神 也就是不能单个去拜拜的时候呢 刘关章本来就是一个团队啊 这些拜刘关章的人也是一个团队啊 在这里呢集中起来大家大家在这在目守 然后体现的是一种君子精神啊 他们都别听别点头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呢呃宋涛他们到 呃山西关圣帝君的祖庙去啊 郭台铭呢他也是山西人啊 然后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啊 他在2013年3月28号的时候呢他大阵仗的啊搭了专机到 关圣帝君的祖庙就同样的这个祖庙呢就迎回 关公的就关公的真最大的一尊的这个关公像哈 那个真人像那个真人像哈就是高225公分 坐着呢也有也有这个呃188公分哈 当时的这个郭台铭呢有各种说法 一说呢是说他呃有人托梦给他 一说呢是说台湾的信徒呢在拜拜的时候呢啊到了这个 关公的祖庙去拜拜囚签的时候呢呃 关公呢想到台湾来哈 所以郭董呢那时候呢哇就大阵仗了专机啊 然后去迎迎回来台湾的绕境十天 那时候郭台办都还非常高规的隔阶带 呃郭台铭 可是你看十年啊 十年一决总统梦吧 啊当时的郭台铭呢还没有这个总统梦啊 国外办用高规格的刑事来接待接待他 两岸刑事2012年马英九连任了 正是大好的这个时候啊 可是你这个十年后呢 你现在做起这个总统梦来 我那天就讲了 他的记者会呢最大的败笔啊 就是跟这个大陆呢呛仙啊 就是哦你可以没收我的 如果当选你可以没收我的财产 Please do it 你看吧 好你看现在呢 这个宋涛他们就到了这个灌公庙 那青龙眼院刀就给你度下去了 这这你你郭台美奠点自己的分分量 你你去跟大陆呛吓 哇你红海你再怎么样 你红海的的版图再大 你可以这样子去跟你可以这样子去跟那个中国大陆这样子呛瞎吗 拜登都没有拜登都不敢了 那雷蒙多才去了这才去了呃北京 然后呢就是一再的强调说我们没有要脱钩好我们我们没有要脱钩 啊双方的要合作交流美国都不敢跟都不敢跟这个呃中国呛瞎了美国都不敢说我现在呢把我所有的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美资你给我撤走啊他都不敢这样讲了哇你郭台铭 你这是这是这是他的霸气太自我膨胀了哈 这第一个哈所以呢在这个大陆呢已经出手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郭台铭呢你还凭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本事你都没有没有任何的你就底都不都不存在了你还谈什么和平协议呢 这未来的事情就真的是都都没得谈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宋涛呢在跟夏立言呢他们在会面的时候呢宋涛有一段话特别的重要啊他说嗯这个我们将在啊他就说习近平啊有指出啊两岸关系呢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证券道路当前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破坏台湾和平稳定好来了哈这就是我讲的重要这段话台湾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的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抉择我们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国民党等岛内有关政党团体各地努力 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证券道路共创民族复兴的绵长福祉关键就是这两句啊就是台湾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抉择啊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摆得很清楚了哈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时候一再的分析呃就是吻合的啊也就在于是说嗯过去呢呃台办 国台办他们这基于以前的这个经验啊你在选前的时候呢你谈话各种各样谈话从朱镕基的这个呃在两会的时候的那个谈话那些是2000年大选然后到后来他们就知道只要是在这个台湾选举前的时候你有些什么重要的谈话重要的政策都会影响台湾的选举啊所以他们其实也都还蛮小心的啊可是这一次呢情况不不同了啊他们现在就把话说在前面了啊嗯 嗯你现在面对的两条的道路我就是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啊然后就是交由台湾台湾民众来做选择嘛我讲过哈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呢都是台湾民众的这个命运卷卷折的一个关键的选择那现在呢看着大家呃要做些什么样的决定嘛啊我说台湾的民众呢我们真的是呢全世界最勇的啊最勇的啊 懂的就是台湾人民演习也不怕呃这个东风飞弹呢越过台湾的本岛也不怕什么都不怕好然后呢觉得没在怕的啦哈那这中国大陆呢老共呢玩假的啦哈那话他就说明白了嘛哦然后呢为什么他是在见夏立言的时候才说这个话哈这个是呢国共两党之间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国共的那种历史绵延呃呃绵长所以他们这个对口 国共作为这个呃对口他们是有历史的意义和这个正当性在的啊所以呢宋涛的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啊他不会在比如说建新党啦建什么时候谈他就是在建中国国民党因为你们两边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啊有过去的历史渊源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然后所以呢我就在见你的时候呢把话讲白了哈呃那你那到那你我也不要在这个 选战后期的时候呢我有些任何的谈话你就说我是影响这个选举现在选举结果对于道路来讲就不这么重要了就是就是摊的摊在台面上就是这样子的两条道路哈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抉择啊然后我就为什么就是要特别的强调就说那时候夏立言第一次在这个台湾呃接受访问的时候是到我们飞碟午餐来嘛哈我那时候呢就把夏立言做的一个 就是一个标题就是说他也是证告这个大陆当局哈就不要介入台湾选举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很多这个网友呢就在那边酸说哎呀不要在那边不要在那边这个什么不要在那边这个假猩猩了啦明明就是什么明明就是呃明明就是希望这个呃呃大陆呢支持台湾的这个候选人还在那边讲这种话啊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哈而是说今天呢作为一个政党交流的这个呃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席你在台湾的选举的 历程上面你这动辄得救的你很容易被扣红帽子的所以呢摆明了清楚的这个立场大陆不要介入台湾的这个选举而就是透过这种公开谈话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这个立场讲讲明的很清楚然后台办呢也不会批评也不会去介入啊他不会去评论郭台铭不会去评论这些事情他不会去评论不会去介入台湾的这个内部的这些事物这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态度了哈 所以呢这就是现在呢我们面对的未来这个选举的这个情势话都摊在台面上了就是我们的选民的抉择了